白子俊 二十七岁 男 河北人 河北能源技术学院大专 市场营销专业 大家好 我叫白子俊 今年二十七岁 来自河北汤山 是一名新晋宝宝 在校园和工作中的经历 促使我形成了 不轻易服输的性格 在婚后生活的磨练当中呢 又让我成为了一名 合格的气管研 合格丈夫 模范丈夫 今天就是想寻求一份 市场类或者管理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不太像老红 这看着像弟弟 这好萌啊 你们俩谁大 我大 你是感受到压力 所以到这儿来了是吧 对 都有吧 包括来自我爱人的压力 还有家庭这方面的压力 先说说你爱人 给了你啥压力 我爱人比我首先嘛 第一比我年轻 第二比我漂亮 第三比我收入还要高 比你挣得多啊 对 多多少 对 多 反倍吧 倍数嘛 反倍都不是哦 它是7K 然后刚刚他爱人讲说 是两万多 三倍 三倍了将近 对对对对 受不了啊 对 确实受不了 我真受不了 压力闪大呀 我得找块砖 我撞死 有啥受不了的 曾经我媳妇就比我砖得多 我告诉你没事 现在是软饭硬吃 对 我胃不好 你还跟他跑得一块儿 其实我倒是觉得 收入高低这个事情 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 你的老婆比你有本事 你应该高兴才是 对 但是你吃归吃 你得吃得心安 你不能吃得还说别人不好 你不能吃得还说 别人不尊重自己的自尊心 你别看着我说 我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其实我就搞不明白 就他这个颜值怎么吃得上 总而言之 在爱情上忠贞 对一个人好 收入的高低 不代表一个人 对家庭的贡献 但是你从来没有进过职场 一直在自己创业之外 算是吧 创业都干什么呢 亲子类的项目 这个东西还在干吗 在继续 就干得还可以了 那你干嘛出来 第一出来嘛 就是第一是因为我爱人嘛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我的爱人 还有我的女儿 怎么了呢 他们都在北京 作为一个男人嘛 我要担负起照顾他们的责任 是不是也因为有干得一般 所以想到这来试一试 有这个原因 对 也有这方面原因 好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整个创业过程当中 除了你的老婆 比较支持你之外 她有没有说过你这个 有没有说过你这东西 干得不咋地 对 这方面来说 我的爱人 还是非常的支持我 对 她认为 今年27岁嘛 年龄的话 还不是特 还不是特别的老 然后就是 其实也应该去试一试嘛 大家没看到 白志俊的主见是什么 什么都听你老婆的 钱也无所谓 这个也无所谓 显示一家人的一些 这个和谐和互补啊 但是 这恰恰是一个圈套 我们知道很多 在企业里面 创业者 夫妻两个人创业 为什么不能成功 就是因为 一个人强势 一个人弱势 一个人弱势 不等于他没有想法 因为他的想法被掩盖了 被强势压住了 职场和家庭 是要划清界限 职场的角色 更多要承担 岗位的责任 在家庭里面 生活责任可以模糊 生活角色可以模糊 你还记得你妻子到这来找的工作 刚刚这个进公司的时候的薪酬是多少 你记得吗 应该是四千 四千五吧 四千五 对 那会儿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三四千块钱 就是你那开始也不如别人 对 开始也不如别人 对 后来他从16年到现在 也就三年时间过去 他这翻了三倍 你看着心痒痒不 这个 我说实话就是挺 也是 痒 你说吗 会说 比如说他这次开工资了 他说 那个工资条发给我 去一个图书 他说 老公你看 这个月我挣了多少多少钱 多少钱 或者是 赚那个业绩完成的好 又涨心了 他说 老公 这个月我又涨心了 他每个月都给你看什么 对 每个月都过 哎呀 这就是杀人不见血呀 今天 老老实实对着你的账目中 你心里有没有在想得死 有没有 不是 这个是 你有没有 有 有 你嘚瑟完了之后 你爽不爽 爽 你看到他的面容 是个什么样的面容 其实我给他发这个的话 就是也是一种激励 对 你就没有一点点感伤 确 我真的是没有感伤 但是我有时候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自卑 这么说 你们家里现在是AH吗 不是AH 谁出谁 这样就是 如果出去吃饭的话 出去吃饭 出去吃饭的话 谁提出来的 谁要买单 那你一般挑什么地方呢 我一般挑的就是比较经济实惠 比如呢 比如呢 面呀 面啊 他挑什么地方呢 鸡餐呀 哎呀 吃料呀 就比不得呀 哎呀 这不行啊 你请他吃五顿 他请你吃一顿呀 差不多呀 对不对 整体的话也是一种陪伴吧 还有鼓励 然后再起到一个监督过程 你是不是追到北京来怕你老婆现在挣得越来越多将来这心就不在你这儿 那不会啊 不会 谁说不会有可能的 我说的不会 因为我 为什么你哪来那么自信呢 就是这么自信 自信在哪呢 我要给你爆个料 啊 当初的话是他一首歌叫《坠美》 然后一个天仙就下来了之后送了一束花 还把这个男人追到手的 你追的他呀 谁 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 但是就是高中毕业之后 包括大学 包括工作 中间有七年没有联系 其实这个时时长是非常非常长的啊 这个时间 你这是啥意思呢 你绕了半天 你玩了半天回来了是吧 我这人吧 比较爱发朋友圈 就过年那会儿 我们也没过去 不是你不是爱发朋友圈 你是爱发工资表 然后就是发我妹妹照片 然后他就是 就五亿间就有QQ 我们俩还没有微信 当时我给他的微信是拉黑状态 因为七年都没有联系 真的也不会说想到会联系 然后看到空间里 然后照片一起就看了 是吧 比之前漂亮了 或者怎么样有所改变 然后就问我 然后就一看 你还没有结婚 甚至说还没有女朋友 然后就聊得比较 就还保存那种 那个当初的那种 初恋的味道 对对对 啥呀 他说话总结成就是一句话 哎呀 看了一圈啊 也就你还凑合吧 就这意思吧 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缘分吧 相似的人 适合谈恋爱 互补的人才可以结婚 我们两个完全是 互补的一个性格 当初你老婆来面试 是她自己一个人来的 对吧 对 她可没有亲友团 她如今在职场上 一路高歌 对不对 对 今天你的命运 会不会也这么顺利呢 对不对 所以有什么知情话 跟她说 老婆 非常幸运 曾经 你是我曾经 遗世过的爱人 在茫茫人海之中 我们再度相逢 我们相识许久 回头望望曾经 还是儿时般稀奇的模样 老公加油 你亲她一下 亲你老公不要看着图老师 给她一点力量 这个是爱的一种体现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爱 是一种尊重 她的爱人 其实在家庭当中 因为她的收入差异 或多或少 可能对她也会有影响 那比如说 我们就会关注一些 女性领导力比较强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女企业家 对吗 其实是很强悍的风格 那有的时候 你在工作场景 强悍惯了 其实在家里的时候 或多或少 也会带回来一点 当我们迈出 公司大门的那一刻 我们尽量不把我们 在工作上的角色和情绪 带回到家庭当中 然后我们回到家庭的时候 就是我就是一个妈妈 我可能是一个妻子 我也是一个女儿 所以这也是我 以一个完全过来人的 曾经也是走过 弯路的这个经验 来去就是给到大家的一个小建议 我就问在座的男企业家 因为在座的男企业家 肯定也都比自己的老婆 基本上都要挣得多 对吧 我就问你们自己在创业期间 人生低谷的时候 有没有伸手向女人要过钱 我的确是有这样的经历 因为我和我现在的老婆 刚毕业的时候 是她直接工作了 然后我去读研究生 那段期间的话 的确就一直她是在挣钱 所以说过程中 当时我们也想在外面去租房子 然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何组建这个社群关系呢 突来老师 那个 其实是这样的 结计我老公的话呢 其实她不算是一个 非常成熟的一个创业者 所以相对来说呢 也许创业的话 不是算特别成熟 但她整体的话 管理方面的一个带团队吧 其实整体还算是比较不错 你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 打断你丈夫的话 硬要把话插进来 为什么 因为我看就是 他也就是在肠上 肯定会有一些紧张 但是你要替我们做判断吗 没有 就是说简单的就是阐述一下 其实你这种阐述 其实挺给他减分的 你怎么知道他表现得不好呢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多余 我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感情很好 他想护着他 那这个男人 一直在你的呵护下成长 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感觉 肯定你在家里很强势 对吗 你在他的工作中 也肯定给他很多的指导 你当你说出这些话以后 我们会觉得他 在他创业中取得的那点成绩 也都是你指导来的 因为不是你在面试啊 我不认同 就像我们领导带下属 其实这就是家里的领导嘛 领导带下属 大部分时间你是 让下属去做嘛 那做的过程中 发现已经会出现 严重问题了 对吧 明显这现在要减分嘛 这时候他补救一下 我是这么认为的 虽然我们两个人的 就是出发点 它可能不一样 但是我们两个的共同点 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家庭 变得越来越好 其实子俊 你现在的回答 依然是很减分的 你把亲情带进来 说你一直是为了家庭 那你一直为了家庭 我如果让你加班 你会加班吗 如果加不了班 我家里孩子还小 我爱人工作比我高 我加不了班 我告诉你们 你别男人气十足 雄心壮志万丈 我们觉得你 但是他没问题啊 人家没 回到家里 你会变成这样 虎总 我并不是 我找一份工作之后 我就要去舍弃家庭 好吗 我没让 我让他真实表现 没有说让他 虎总 所以我说你看事啊 你不看本质 他已经为了老婆 到北京来了 他已经是把家庭 放在事业前面了 他已经是说了 我愿意做家庭当中的绿叶了 人家已经说得很明白 我现在就要跟你说 什么是有雄心壮志的男人 就是顾家做家务的男人 对 开什么玩笑 我告诉你 连家务都不做的男人 注定这辈子一事无成 我告诉你 对 对 我就透过这一对夫妇 其实我看到了 其实每家企业 对于不同的 他的职场 他需要的应聘者的性格 其实是有匹配的 比如说我就很欣赏 今天子俊的性格 因为我做教育 那我一定要说 他热爱孩子 热爱家庭 有责任 这一点上是我 非常非常认同的 这个薪酬要不要谈 谈一下吧 要跟谁谈 跟贾总谈一下吧 你要加多少 400左右吧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一开始你就说了 你的预计是6000 对 他还要开5600 你还要让他加 你是怎么想的呢 显然都不想加那400 才开的5600啊 就是谈一下嘛 能谈成就 行 没关系 问一下你老婆 可以试一下 也可以试一下 对 是吧 行 那我们就试一下 加吗这400 我会给他加 你加是吧 对 因为我看好他过去 有加盟的经验 他更能够站在 加盟商的角度上 去看待加盟商的需求 东方爱音 旅游集团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东方爱音 贾总 好 去吧 感谢 感谢你 谢谢你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当你的工资每月 超过了他的时候 你会把工资表发给他吗 当然会 为什么 因为我同样也想把我 这份喜悦分享给他 也想去记忆 如果他表现得不太爽 你下个月还发吗 下个月一样会发呀 谢谢 谢谢 好 来 来 来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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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机会超过你了 你也别嘚瑟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意义企业 然后呢 顺利 整体的话 其实如果说整场的话 打分的话 肯定不是满分 还评价一下 走之前还要评价一下 拥抱一个 带回家去 好 去 好 走吧 回去